掛在天上的太陽 有想過為什麼會跟著人跑嗎 南營天文館發出一則貼文 說到有民眾打電話來投訴 太陽一直跟著他動 天文館總機接到民眾申訴電話 說太陽一直跟著他一動 請天文館派人處理 總機人員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再確認是天上的那個太陽嗎 民眾說沒錯 從永康騎到台南市 太陽都還在動 總機人員只好回覆 這是自然現象 沒有辦法處理 他就說 請問您指的是天上的那顆太陽 對方的反應就是都對沒有錯 就是天上的那一顆 結果天文館回覆惹火民眾 說你們不能處理 那要找誰 總機人員無奈 說誰都沒辦法 卻被民眾罵 推卸責任 最後只好建議他 直接投訴市長信箱 才結束這通奇妙對話 天文一出引起網友討論 他是天線寶寶看太多嗎 對你不離不棄的是太陽 更有網友說太陽錯了嗎 還是需要幫您轉接後裔 這樣的電話你給我什麼反應 我會很傻眼 那開玩笑吧 很適合吧 誰都沒想到 天上太陽自然移動 成了民眾困擾 奇葩申訴也讓天文館好無奈 投訴太陽移動成了有趣PO文 也讓大家看了小小9號 記者賴慣張羅才有台南報導